望线,初见如故,第八集,蓝旺姬又重复了一遍,叔父,我想娶魏英,这下清清楚楚,明明白白,蓝启仁再不能自欺欺人,说自己听错了,蓝西辰想到之前种种,张口想说些什么,去了一眼叔父铁青的面色,还是默默咽下了脱口而出的话,不行不行,再听一遍,还是接受不了, 蓝启仁心想,我得养了这么久的白菜,就被魏无羡那个小兔崽子祸害了,不行,我不同意,蓝启仁态度坚决地否认了,望纪,你还小,这魏无羡就不是个安分的,你看他,听学期间,上课不见人影,又私自下山,蓝西辰并没有帮腔,而是在一旁观察弟弟的表情,发现蓝旺姬虽然是面无表情, 但明显变得不一样了,整个人的气势都变得温柔起来了,他仔细打量了一番,恍然大悟,是眼睛,以前的望鸡,巨人鱼千里之外,眼睛里总是空落落的,现在,他的眼睛里有光,一看就是怀着憧憬和希望,突然之间,蓝西辰就不想附和舒服了,望鸡,他难得这么开心,怎么能让他失望呢? 蓝起人数出魏无羡的几大罪状,越说越气,觉得他不安好心,不是来安心进学的,反而和自己的得意门声纠缠不清,简直就是个祸害,恨不得现在就把他逐出山门才好,蓝旺姬见舒服态度恶劣,却并不退步,舒服,魏英太一直和我在一起,听学时事,下山也是,他不像您说的那般不堪, 你要是再这样,我可要生气了,蓝起人听到这样的回答,直呼,造孽啊,真是冤家,我问你,你就非得和那个魏英在一起 蓝旺姬点点头,斩钉截铁地说,非他不可,蓝西辰适时插了一句,舒服,你看看旺姬,蓝起人看着,好似还是同以前一样,但是明显神色变得柔软许多的褶,眼睛亮晶晶的,满怀期待地看着他,最终还是心软了, 罢了,罢了,终归是我舍不得,他心想到,旺姬一向乖得很,从不提什么要求,就这么一个愿望,大不了少见魏英就是了,眼不见心不凡,蓝旺姬见舒服态度软化,忍不住微笑起来,待我们整理好,我在带他来拜见舒服,兄长,蓝起人听到这话,又心梗得不行,这就护上了,我还能刁难他吗? 不成,蓝起人给弟弟施了一个眼色,示意他先离开,他来解决,蓝忘机点点头,行礼后告退,静视,魏无羡在屋里待得快不耐烦了,他们路上耽搁了几天,听学早在三天前结束了,江家姐弟也已经离开了,虽说江城走之前,还吵着要留下等魏无羡,最终还是拗不过家里人的催促, 只好留了一封书信给他,要他回来之后报个平安,有空去莲花屋找他玩,魏无羡看着江城一长篇的叙叙叨叨,扑哧一笑,心想,这傻小子,真像个老妈子一样,谁知道,长得这么一张不解风情直男脸的江家公子, 那里竟是个事无巨细,口是心非的大别扭呢,蓝忘机回到静视的时候,一眼就看到了,在桌岸上趴得东倒西歪的魏无羡,真奇怪,他想,多了一个人,感觉整间屋子都温暖起来了,静视里原来这么明亮吗? 魏无羡见他回来了,丢下胡乱话的纸张,笑嘻嘻地迎了上去,蓝战,你回来了,是了,蓝忘机心想,果真是不一样的,有人等的感觉,他抚平了因为无羡动作间扯咒的衣领,也笑了起来,魏英,叔父同意了,我带你去见他们,魏无羡心里一惊, 没想到蓝家人居然没有阻拦,但万一要是他的身份暴露了,这事成不成还两说,蓝忘机见他并不是很开心的样子,反而有些心不在焉,不由地微微收敛了笑意,怎么,你想反悔了?魏无羡立刻摇头,没有没有,只是,怎么了? 有什么事都可以跟我说,蓝忘机温柔地看着他,魏无羡小心翼翼地说,我,出身不好,你会介意吗?蓝忘机毫不犹豫地回答道,怎么会,你怎么会这样想?你这么聪明,修为也是靠自己一步步拼出来的,我觉得你真的很努力,也很优秀,看着一脸认真的数着他的优点蓝忘机, 魏无羡只觉得心都要化了,有一个人全心全意地爱着你,他会夸你优秀,会相信你是这世界上最好的人,怎么能让人不动心? 可是,你爱的那个阳光开朗,热情无畏的魏无羡,只有我的伪装,真正的我,又胆小又怯懦,用活泼掩饰内心的不安,用骄傲掩饰内心的自卑,真正的我,既不优秀也不好, 你还会像现在这样爱我吗?为无羡心理白转千回,最终,下定决心,既然上天安排我们邂逅,你选择了我,抓住你,我就不会再放手了,等把一切事情了结,我就把所有都告诉你,我的苦难,我的自卑,我的挣扎,我的光,还有, 说的不对,我爱着的你,才是这世上,最好,最好的人,云深不知处,竟是,魏英经过一番深思熟虑,下定决心,要了结前尘,等一切过去了,再向蓝湛赔罪,现在还不能全盘拖出,他环顾四周,不知何时起,这里静大便扬,架子上摆着他之前为了哄蓝湛, 随手编的草兔子,被人细心地理顺放好,还是一对挨着,还有他调戏人时送的花环,虽然当时蓝湛看都不看一眼,魏无羡觉得没意思,就随手丢了,没想到蓝湛,居然偷偷捡回来了,还加了一层阵法,被别人看到,要直呼暴殿天物的,用来保存珍贵灵药的阵法,却被留存一个不值钱的小玩意, 旁边的收纳盒里,整整齐齐的,拢着他的红色发带,和零零碎碎的小东西,衣柜里乱丢的衣物,也被人好好叠斩,和雪白的礼衣放在一处,看着赏心悦目,桌上还有放着他闲来无事,随手涂鸦的画稿,也被人一张张抚平,不知不觉,他已经在静视留下了,太多属于自己的痕迹, 魏无羡一边拨弄帘子上的流苏,一边撞似不经意地问道,蓝湛,听说你们家有一件法宝,可以聚魂,是真的吗? 蓝忘机放下手中的毛笔,看着他回答道,是,在我这里,你问这个做什么? 魏无羡打了个哈哈,没什么,就是有点感兴趣,你也知道,我对这些片门的东西有所涉猎,蓝忘机很认真地回答道,此物虽说能聚魂重生,但要求颇为繁琐,且后遗症很大,一个人只能聚一次魂,魏无羡想,居然在蓝湛手里,那他要是借来,用完马上还回去,应该,也不打紧吧? 蓝湛,我对这个很好奇,能不能,借我研究几天,看我马上还你